善于台阶压力的祥哥对待这件事情似乎有不通的事想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在朋友圈里是怎么说的 朋友们 想在一分钟内了解自己所有的缺点吗 还在苦恼无法正确认识自己吗 你只需要问问你女朋友她是不是找汉了 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自从找了女朋友 我早就对自己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这个办法可以说是效果显著了 不需要问 平时的正常对话也能充分了解了 不得不说想的还是挺会苦中作乐的 这样的冷知识我想大部分男生已经不需要了 毕竟每天被女朋友骂的机会还少吗 好了 又到咱们的话题讨论环节了 还是来看看我在微信群聊里发起的话题讨论吧 今天的话题是 鼻炎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怎么说呢 作为一个鼻炎患者最大的安全感就是兜里有纸 我觉得这也是拉肚子患者最大的安全感 鼻炎是会呼吸的痛 它留在鼻涕中来回滚动 想问不能问最痛 连沉默也痛 好了 你这波表达已经到位了 我原歌词都要被你搞忘记了 全靠打喷气来释放我的轰荒之力 所以你的轰荒之力是鼻涕吗 感觉这辈子真有它会一刻也不离的跟着我 那可以说是相当的有爱的 要不是鼻炎我能靠上清华 鼻炎表示这个锅我不背 如果鼻涕能发电 我能攻击整个朝阳区 你可拉倒了 你咋不说你能攻击全中国呢 鼻涕 鼻涕